生活好點子 今天要什麼好點子呢 今天是台南的陳先生提供的 陳先生 對陳先生 我有說錯嗎 沒有啊 你在幹嘛 因為我們之前前幾集是教大家用橡皮筋 或者是橡膠的東西 比較有摩擦力好開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 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開罐頭 是的 有辦法是吧 是的 以前你都怎麼開 以前其實很簡單 亂講 你不喜歡這一招啊 哪有可能是這樣嗎 我都是這樣 你這樣敲法鄰居會報警來抓你 因為太吵了 以前都是這樣敲 敲瓶蓋邊邊 你不要敲中間敲就沒有用 這樣敲以前是因為爸爸媽媽那一代 他們這樣做 那一隻太小了 這一隻比較大隻 你的力道太強了 越敲越凹 好 現在有一個方法 對 現在陳先有講 談談陳先說 你看 罐頭的這個瓶蓋這裡 你看這邊 它是不是有一個凹進去的地方 對 有凹這邊就有凸 對 所以它的縫隙是不一樣的 這邊是緊的 這邊是鬆的 對 所以我們要充分的利用這個地方 凹槽處 凹槽處 然後我們給它用力 用叉子這個餅 弄進去有沒有 然後 有沒有聽到 有 報一聲 有聽到報一聲嗎 空氣跑進去了 聽到了 你驕傲什麼啊你 好欠揍喔 我很難得變成這個瓶蓋界的天王 然後報一聲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快可以吃到它了 哈哈哈哈 空氣跑進去了 就打開 怎麼會這麼輕鬆 輕輕鬆 我要試試看 我也要試試看 凹在凹的原理對不對 我看一下 欸 有 聽到了喔 聽到報 有沒有聽到 報一聲 哎唷 驕傲的咧你 馬上轉開耶 就開啦 這是一種方法 對 陳先提供另外一種方法 這個就真的你說的熱脹冷縮 對 但這個原理呢 就是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 像一般我們女生啊 有時候你覺得 你可能找不到有尖尖的東西 你可以用泡的 泡的 熱水 我們家裡用熱開水很方便啊 只要泡一碗之後 你這樣把它放進去 泡一碗 不是啊 倒一碗 倒一碗 然後把它泡在水裡 大概十秒的時間 鐵蓋跟玻璃的密度不一樣 所以呢 它同樣遇到熱的時候 它的鐵 它會膨脹的比較快 欸 照我講解的過程已經打開了 我有泡到十秒嗎 差不多啦 沒有 有啦 因為我多講了兩句話 沒有 你講話的同時我就開了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對 所以它是密度不同的關係 所以它的鐵 它會先膨脹 但它先膨脹 它就鬆開了 對不對 那玻璃呢 它還沒有那麼快膨脹 所以趁它這個縫隙當中 你輕鬆的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可是玻璃怎麼會膨脹 玻璃當然也會 熱脹 玻璃它是很固體的耶 怎麼會呢 鐵也是固體啊 可是鐵它有伸縮性啊 都一樣玻璃也會 它一樣有熱脹冷縮原理 只是它的密度不同 所以它的速度不一樣 是 侯大哥 很好 叫你愛撞車 我覺得泡蓋子泡蓋子 蓋子它熱脹冷縮 一下子就開了 對啊不是因為有時候 大家在泡的時候 你那麼精準只泡到蓋子 不太容易 有時候鬆了一下 聊了兩句天 泡到玻璃之類的 很鬼神 亂講 明明就很好開喔 沒有 真的是這樣子的原理 對啦 是啦